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0月15日 已經是 星期一了 關於現在中東的局勢十分緊張 以色列 增兵達到36萬後避疫 其實 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是全民皆兵的 而且旅兵 當兵的時間比藍兵還長 旅兵要當兩年 藍兵是一年半 所以他基本上 任何的年紀 例如你 18至50歲 其實都可以當兵 只是你願不願意 現在整個總動員 如果是全面總動員的話 其實他的兵員可以去到七八十萬 當然 是不是有需要用到那麼大的兵力 去對付一個袈裟地帶呢 如果你說要打一個巷戰 當然多多兵也不夠死 問題就是以色列 又配合科技 又配合轟炸 然後地毯式 一層一層推進 他先是 將北部的人趕去南部 定點清除北部 這樣其實呢 你說人員的那個需要不是很大的 我認為 以色列 現在 覺得最大機會的情況 不單止只是要加沙 我覺得 他很大機會 這次是要跟當年的建國戰爭一場 打一場 跟阿拉伯世界的戰爭 當然 他不是要打完整個阿拉伯世界 而是 阿拉伯世界裏面 最極端的 包括 十業派的伊朗 還有 還有敘利亞 還有 伊朗支持的這群真主黨 這群游擊隊 好了 大家想想想 其實對於巴勒斯坦人來說 整個阿拉伯世界都不喜歡 沒有人願意接收他 沙特不會接收 連在他旁邊的約旦也因為買他怕了 而南部 的埃及 當然是 直接不想他 因為 其實埃及對於 哈馬斯是很反感的 埃及已經把哈馬斯列為 這個恐怖組織 直接是恐怖分子 原因呢 其實哈馬斯 也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分支 而穆斯林兄弟會 曾經一度 在埃及 奪權後來 被推翻了 因為 可能太極端了 推翻了之後 現在 全國埃及 要清除這個穆斯林兄弟會的勢力 怎麼會容許你巴勒斯坦人 甚至乎不會容許你加沙的人過來 因為你們全部都是哈馬斯控制 即是說 以色列其實 有機會 這是我分析 他有機會看準了整個形勢 就是 根本 對他們 講打講殺的 其實只有三個國家 第一 當日是伊朗 第二就是真主黨 以及敘利亞 唯一 要對 或者對以色列構成威脅的都是這三個國家 其他的 甚至乎沙特阿拉伯已經 好像要跟以色列談關係正常化 現在外面 中文媒體 首先傳出的消息 以色列已經凍結關係正常化的談判 即是說我們不再談判了 實際上這是假消息 因為你找回英文媒體是沒有任何的source的 只有 初初由中文媒體 這個很明顯是中共的假消息 當然 中文媒體變了很多 其他的中文媒體也引述他 然後 那些中共控制的 聲稱外文媒體有引述 總之找到源頭 就是一份中文媒體 當然 我們後來查看英文的媒體 是沒有報導那件事 這是假消息 我們再分析其他的阿拉伯國家 最明顯的 其實就是約旦 因為約旦是相對溫和的 初初約旦有份動以色列 後來 跟你打過之道 硬要來的 我們也是算了 我們和平了 不要打仗了 因為 你明知道打不過他 約旦也沒有說一定要消滅以色列 現在在中東 還說要求要消滅以色列的 其實就只有伊朗 真主黨 以及克馬斯 即使敘利亞 有沒有這樣的說法 我不敢肯定他有沒有這個說法 但是 因為後面是俄羅斯 他也可能會來 動手 即是說如果 以色列 要徹底解決他的安全問題 就是要跟這三個國家 打一場 而要徹底將他們消滅 這個才可以一勞永逸的 因為你不將他徹底打到踢踢伏伏 甚至乎 你要藉取 將阿薩德的政權 政權瓦解 要活捉阿薩德 炸死他也沒有問題 還有伊朗的神權國家 伊朗將這個神權的政權 你只要剷除他 你只要消滅他 其實伊朗下面很多人造反 下面很多人 對這個政權很不滿 爆發過 去年 因為頭巾爆發過很多次 這些街頭的 示威 也是死了很多人 如果 以色列真的可以開頭 最重要 美國開綠燈 我認為 徹底解決伊朗 敘利亞 以及 真主黨的問題 因為黎巴嫩被真主黨騎劫了 黎巴嫩本身這個國家也會弄亂 他 也不會真的想跟你打仗 實際上是被騎劫的 所以你把這三個兩個國家一個組織 徹底將他們的政權消滅的話 以色列現在的國力 我認為是做得到的 而他的軍事力量是可以的 為甚麼我會這樣分析呢 因為美國派了兩個 這個航空母艦的打擊群 這兩個打擊群 基本上是震懾了整個中東 你是誰敢來 現代戰爭 不是衝啊殺啊 像清兵一樣 是打戰機 是打無人機 也要導彈 你有導彈 人家也有 人家會攔截 人家會攔截 你未必攔截到人家 當時 以色列的導彈 攻擊 攻擊 伊朗的時候 伊朗用了俄羅斯的系統 結果 巴依陪擊 完完全全沒有了道 結果伊朗自己射回他的防空系統 擊落自己的民航機 所以我們就這樣看 如果真的是以色列下定決心 只要滅伊朗 就可以統一中東 因為 你只要清除了回教裏面 他們最極端 一定要將 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的政權 其實 正低的阿拉伯國家 一定跟你講和 因為 你站在沙特阿拉伯 站在阿聯酋 巴林 也門是胡塞武裝 也是這班恐怖分子去把持 其實只要你打倒了伊朗 所有人樹倒 算散 因為他們覺得伊朗就是後盾 伊朗覺得自己有核武 後面有一中俄 你看看 中國會不會幫忙 中國也是打嘴炮的 趁中共現在 還未認真 跟他們 深度勾結 現在還是淺層勾結 當中共跟他們深度勾結的時候就麻煩了 中共 怎麼算淺層勾結呢 給錢 給技術 伊朗的核技術一定是中共提供的 沒有其他人可以提供的 現在你不趁這些機會去消滅他 我覺得 下次的機會沒有現在那麼好 而且 你想想 以色列 他現在是全世界的去徵襲士兵 吹大雞 而且 他們成立了臨時的戰時政府 這個戰時政府 即是說他們是預備要打仗 而不是打兩天 不是純粹解決加沙這個問題 應該是徹底解決中東問題 因為現在的以色列人 每一天 都是有一個恐懼 你 作為以色列人 你是不是應該做一件事 令到他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呢 如果你徹底把伊朗 這個 邪惡政權 是摧毀了的話 其實 阿拉伯世界 沒有人會再跟你過不去 因為第一 知道打你不贏 第二 你沒有侵略性 也不是要搶他們的地盤 而不是要搶他們的石油 伊朗這個地方 你就讓他建立一個民主政府 好像伊拉克也是說的 當然啦 伊拉克 你消滅了這個邪惡政權之後 曾經出現過伊斯蘭國 曾經亂過一段時間 現在回復 當然裏面也有一群受了激進思潮影響的人 一定有的 因為一個國家裏面一定有些激進 一定有些溫和一點 任何東西 你只要把他的頭斬下來 下面的人就不敢動 是不是 其實現在車神就是了 車神的總統臣服了俄羅斯 裏面的人 直接當作自己是俄羅斯人 已經忘記了所有的國仇家恨了 免伊朗 就可以統一中東 當然 統一中東的最終就是美國出來主持公道 最好伊朗附席回一些 親回西方的 開明一點的穆斯林 你就找回其他的開明一點的 不要再走回以前的原教旨 甚至乎找回巴列維回去了 當然啦 巴列維死了啦 但是 很多流亡的伊朗人在外面 在海外 在美國 在英國 其實有不少流亡的伊朗人出去 你說建立一個新政權 一個民主的政權 不是神權的政權 其實我覺得中東 阿拉伯世界是會歡迎的 畢竟你想想 對中東最大威脅的 實際上 不是以色列 是真主黨 是伊朗 以及 哈馬斯 除了伊朗 我覺得是今次以色列 最重要的目標 因為如果不解決問題 你永遠會 你會前進下去的 沒多久又來搞你 我覺得 伊朗已經下定了決心要 打到底 全世界徵兵 這次是幾十年來 第一次 是不是 比起當年的 五次中東戰爭 我覺得這次 應該會是 最大規模 而且 大家要看 我們相信他的能力 當然 英美也提供了很多武器 因為據說 三十多萬後備 很多武器分不及 有些人 甚至是會自備一些武器 連家裡的槍也要帶上去 上前線 最終 美國 提供武器 只要美國 在後面 開綠燈的話 我覺得這一場仗 一定會打 而且最終 伊朗 一定會被打敗 究竟會不會 像我這樣 估計這件事的發展呢 當然大家要拭目以待 但是我覺得今年是一個大變局 而中東 接下來也會有 一場大變局 這節的分析 我暫時說了那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虛坑的朋友 訂閱Patreon 謝謝 最緊要先按多點贊 因為最近人們好像已經按燒了贊 幫幫手 又不用錢 第一時間先按贊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子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我會計較好 我們會接送到黑池的酒店貝 然後將終於是覺得 下人類的酒店貝 那邊喝水 我不要急於讓你求